警察局和环保局联合机查人员针对可能的改装机车 蓝车进行噪音机查检测 由于改装车夜晚横行噪音老民引起许多名怨 特别在南农路以及东信路等路段 再加上暑假即将到来 因此由环保局和警察局以及监理站 在南农路段进行联合机查改装车噪音的任务 机动市议会议长同志委特地到现场关心 并且建议在南农路段应该不定期增加机查之外 也应该在增设测速照相器 可以降速减少噪视率以及噪音的产生 南农路长期是我们基隆市非常高的噪视率的一个地方 也非常多的改装车 因为路比较比直 一路从8度到7度都会这个路线非常的长 所以常常有噪音改装车 影响到我们两侧居民的安眠休息 那我想我们刚刚也特别要求 我们今天特别来看这个视察这个状况 我们的噪音改装车量的这个检查的状况 我想刚刚非常短时间内都已经抓到两台 所以我也这边特别建议 除了增加我们的这个不定期来 这个噪音改装车的这个检测以外 我们也特别来要求增加一个这个测速照相 那种路沿线都做一些调整跟规划 因为你做测速照相它第一个可以降速 降速第一个减少造势率 第二个也可以减少噪音的这个影响居民的环境 那我想这边是一个示范点 那我们全市非常多的居民 比如说中正区暖暖区 也都有非常多的噪音改装车的问题 那我们也特别希望警察局跟环保局 可以大家一起来努力 除了在设备的加强以外 也可以申请中央的经费 那我们也检讨改善我们的造势路段 也减少我们的噪音改装车 也呼吁我们的这个改装车这个业者 那不要违法贩售相关的一些东西 给我们的民间的朋友 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遵守规定 让我们有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 不过议长同志伟也发现 联合机查任务中 警察局交通队长 组长以及一分局分局长等人 都亲自到场督导 但是进行噪音检测 机查的主则单位环保局 却连一位科长都没有到场 实在说不过去 是这样子 我们任何一个公务机关 人力的需求都非常迫切 那我们现在 本来就非常有这个 大家公视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全市居民 非常重视的问题 像我们警察局派出非常多的人力 来关心 那也重视我们全市 所有路段的造势问题 还有噪音问题 那环保局今天的主管没有来 我想我们回去 会特别要求环保局进行来检讨 那这个事情我也特别的重视 希望环保局的主管相关机关 可以特别来重视相关的问题 下次如果有路检 非常重要的勤务的时候 一定务必要求主管及的以上 科长及以上的主管 一定要到场 环保局以及警察局联合机查小组 也呼吁民众 用仪器检测排气管音量 超过容许分贝值 将依违反噪音管制法 处1800元以上 3600元以下的罚还 通知车主限期改善 并且重新检验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明镜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